勇次郎怎么也没有想到 觉醒了泛马之血后的任牙实力竟然如此强劲 即便自己已经开启了鬼位 但在任牙的面前却还是那么不堪一击 可就在刚刚 勇次郎还把任牙当作双截棍一样拎在手里疯狂旋转 恐怖的离心力使任牙的血液全部涌上大脑 最终无处释放只能从他的气垫吞出 渐渐的勇次郎的身上也出现了一层由任牙形成的半透明秘密 如此牛逼的招式 让在不远处观战的奥利巴震惊过于 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只见勇次郎停止了甩动 接下来他要把任牙当作武器一样来使用 但在此之前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任牙一定要在自己的攻击项目 剧烈的撞击将整辆货车先翻 可勇次郎却并未打算得死停手 仅是这种程度的攻击 还不足以激发任牙体内的泛马之血 终于在一次次的撞击中 任牙体内的泛马之血开始崛起 再次站在地面时 任牙已经从礼服的伤害中恢复过来 此刻父子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场面简直称得上是父慈子笑 可就在这时 任牙表示自己为勇次郎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 然而就在勇次郎打探手掌的瞬间他惊呆了 勇次郎直接气炸 他忘了没想到任牙竟然在被砸的时候 用汽车的零件拼了个王偶 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既然任牙体内的泛马之血已经觉醒 那他也决定不再保 但是在任牙的言 勇次郎的速度就像是被放慢了十倍以后 无论勇次郎如何攻击 任牙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击 紧紧一击 勇次郎就被任牙一拳打飞了出去 可还未等勇次郎喘息 任牙的攻击就再次起来 此刻两人的局势完全发生了秘密 身为站在顶点的勇次郎 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因为他实在太强了 以至于在变强的这条道路上 他的欲望逐渐降低 没有人知道勇次郎究竟有多么近乎 而如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痛击他昆昆的脑 哪怕这个人是他自己的 此刻勇次郎已经彻底达到高潮 面对任牙的崇星 他猛的一个踏步 抬腿狠狠地向着任牙的要害踢去 可如今的任牙 已经远远不是勇次郎所能够触解 借着任牙高高的跃制坪中 随后犹如战俘一样 对着勇次郎的面团就劈了下去 如此可怕的攻击 直接将勇次郎掀翻在地 这个地表最强生物终于倒下了 可就在这时 任牙的鬼脑再次觉醒 因为他知道这场战斗 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解释 只见任牙以一个极其诡异的姿态 稳住了身体 看到任牙成长得如此迅速 任牙感觉十分的兴奋 接着他一跃而起来到任牙的面前 此刻两人的战斗才算真正的开始 只见任牙的脸开始融化 接着是整个身体 这一刻任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 他的头发也像超级赛亚人一样竖起 下一秒任牙脚下猛的巴黎 眨眼间就来到任牙的面前 此刻任牙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大的勾气 就仿佛神明附体一般 勇次郎再次起身 接着父子俩居然在场地上聊起了天 从飞机大炮聊到人类的情 终于有一个人看不下去 而这个女孩就是有着鬼抱二代母之称的 稍将心远 看不见 惊惊 惊惊